隋阳帝亲率百余万大军,征讨最小国高沟利,他希望用大罪的军威,就把高沟利吓得直接投降。然而非常遗憾的是,高沟利不仅没有被吓得投降,反而被逼到墙角的他们,迸发出了誓死抵抗的勇气。其结果就是三十多万随军,永远留在了高沟利这片异乡的土地。 大夜八年三月十五日,经过两个半月的行军,隋阳帝率领着他的百万雄狮,终于来到了辽和西边。隋阳帝原本想象中的景象场景并没有出现,高沟利大军反而已经在辽和东岸沿这一带。两军交锋,岂能被一条河水所阻拦。隋阳帝此次出征,还带上了工程专家宇文凯。 宇文凯不会想到,这将是他最后一次跟随皇帝出征,因为在接下来的这场战争中,他会永远留在高沟利。隋阳帝下令,让宇文凯主持建造福桥。 福桥很快就建造好了,但该由谁来打头阵呢?这时候又疼为大将军麦铁杖挺身而出,秦为先锋。麦铁杖出身江南,是一位著名的传奇人物。此人出身很低,大字不是一个,最大的本事就是走路,可以月行白点,是真正的神行太宝。 当年在陈朝的时候,麦铁杖白天在皇帝身边伺候,晚上则到南徐州去抢劫。要知道,南徐州跟陈朝的首都建康相隔百里,麦铁杖一去一回再加上抢劫,第二天早晨居然不耽误上班。 或许是因为麦铁杖的文化程度和社会背景都不佳,所以隋阳帝挺喜欢的。 南臣灭亡以后,就把他安顿在自己身边,当了左屯为大将军。一个南方人,既没出身又没文化,能够坐到这个位置相当不容易。所以麦铁杖对隋阳帝感恩戴德。 这次出来之前,他就发誓要为隋阳帝战死。现在大战在即,麦铁杖主动请英渡河。 在出发之前,他对自己的三个儿子说道:"我领受这么重的国恩,如今显然是为国而死的时候了。如果我真能为国而死,皇帝陛下一定不会辜负你们。说完,他就领着军队冲了过去。 可是冲到半路,麦铁杖却发现了一个大问题。这个工程建筑专家宇文凯,居然在关键时刻掉链子,没计算好长度。 桥竟然修短了,距离河队岸还有好几丈远。所谓开工没有回头建,此刻总不能再往回走吧。没办法,他只好往水里跳。 其结果就是麦铁杖在水里,高沟里的士兵在岸上,以通打落水狗的态势,对麦铁杖发起攻击。麦铁杖毫无还手之力之计,最终只能应用战士。 这场战斗算是争了的第一仗,第一仗就损兵折将,而且结局还极其悲壮。这也给此次东征蒙上了一层不祥的阴影。尽管出师不利,但接下来的进展还算顺利。 另一个工程技术专家河仇又重新修建了一座构长的浮桥,隋军很快就冲到了对岸,并迅速包围了辽东城。 隋军觉得胜利在往,一座小小的辽东城根本不是自己的阻碍,于是他带着楚罗科汗,高昌王曲伯雅,土玉环太子以及南洋各国使者,一并堕贺观战。 并且在紧张的工程之余,隋军还命令河仇建造了一座六河城,这座城方圆八里,城墙高时任,上面插满旗帜。 城的四个角都建有门楼,四面还各开三个城门,令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,这座城竟然是用一个晚上搭建而成的。 随后隋阳帝还失省打发,先后创作了望海狮和纪辽东坏术。 然而接下来所发生的事情,却让隋阳帝再也没有失省了,因为辽东城怎么攻也攻不下,百万大军竟然撼动不了一座小小的辽东城。 事实上,不是隋军攻不下辽东城,而是因为隋阳帝下令,一旦高勾立有投降的意思,就要马上停止进攻,向他禀报,不得已将圣影追穷口。 如此一来,将士们打仗就有了顾忌,而辽东城内的高勾立将士们于是就开始了炸香。 一旦顶不住的时候,他们就立刻请降,高挂免战牌。 敌军要投降,隋军就必须停止一切军事攻击。 大隋的受降使者,就要把请降的消息回兵给隋阳帝,这就给了辽东城内守军喘泄的机会。 当隋阳帝准备受降的时候,辽东城守军就再次聚首抵抗,继续跟隋军死磕。 两军就这样在辽东城下,反反复复耗了个把月,辽东守军每次都使用炸香剂,而且每次还都能成功,这让隋阳帝十分恼怒。 但他不仅没有反省自己的责任,反而把气都撒在了将士们身上。 他对将领们骂道:"怪不得出征之前,你们都不愿意让我来,原来是害怕我看到你们这副窝囊笑。我今天就要留在这儿监督你们,如果你们再不肯见你,我就会杀了你们。将领们自然是不服气,心想,要不是你在这里瞎指挥,我们也不至于如此被动。 可是这样的话谁敢对皇帝说呢?总好在一座辽东城也不是办法。隋朝不是有24路打军吗?就在一部分军队包围辽东城的同时,其他部队已经准备进攻平壤了。 按照隋阳帝的想法,平壤是高沟立的首都,只要把平壤攻占了,其他地方肯定就不攻自破。既然平壤关系全局,隋阳帝就派了水陆两路大军联合作战,水军主帅叫莱霍尔。 莱霍尔跟卖铁账一样,也是南方人,深受隋阳帝的信赖。就在这次争辽东之前,隋阳帝还赐给他牛和酒,让他回乡祭祖,并且还让三品以上的官员都到他家拜访。 这是多大的荣耀,所以莱霍尔对隋阳帝感恩戴德,非常希望能把仗打好。 开始的时候,莱霍尔打得确实不错,很快就渡海来到了平壤西边六十里的地方。 然而就在这个结果眼上,主帅莱霍尔竟然和副帅周法上发生了争执,莱霍尔认为应该乘胜追击,直扑平壤。 而主法上则认为,应该等待与陆路大军会合后在一起进攻。 莱霍尔毕竟是主帅,比较强势,他最终亲率精兵四万,直扑平壤城。 其结果就是莱霍尔落入了敌军的圈套,高沟里守军知道硬拼不过,所以早就设计好了陷阱。 他们先派一些老弱病残跟莱霍尔交手,打不过就往城里跑,莱霍尔自然乘胜追击。 有句话叫交兵必败,莱霍尔这帮手下一道城里,马上就控制不住军纪,沿街抢落起来,眼看随军的队伍乱了。 这时候,早就埋伏好的高沟里精兵强将就杀出来,把莱霍尔的军队打了一个措手不及,只好狼狈逃窜。 最终随军四万精兵,只剩下了几千人。然而对于随军来说,这还不是最惨的,兵败之后,莱霍尔不敢多坐停留,只好原路撤军。 回头我们再看随军的陆路大军。辽东城就攻不下,随军便绕过了辽东城,打算跟随军会合,一同攻打平了。 当时随军有三十万大军渡过了鸭木江,但这三十万大军从一开始就不顺利,首先碰到的是后勤补给问题。 高沟里兼臂轻盈,随朝军队只好自己背着军粮行军。 但这条路属实太远了,所以每个人出发的时候,都背了足够吃一百天左右的粮食。 再加上必要的武器和资重,每个战士的负重都在三弹以上,三弹相当于现在的一百八十斤。 这不是要把人活活累死吗?那该怎么办呢?既然是来打仗的,武器总不能扔吧,所以战士们只能扔掉粮食。 但是在出发之前,随杨帝曾下列,一气民宿折战。 碍于尽力,士兵只好半夜偷偷起床,在帐篷里挖个坑,把粮食埋掉了事。 这样一来,负担是减轻了,可是陆才走了一半,粮食就已经快吃完了。 虽然严路在老将于中文的指挥下,打了几个大胜仗,但是谁都知道,没有粮食,仗是没法再打下去的。 就在这个时候,士兴出现了一个大转机。高沟丽的宰相以智文德,竟然到随军营仗来投降了。 其实他根本不是投降,而是诈详来探听虚实的,看看随军到底还能撑多久。 高沟丽已经跟随军打了几个月交道,他们知道随杨帝善待投降者,所以身为宰相的以智文德,就大摇大摆的来诈详了。 以智文德是高沟丽的二号人物,不同于一般人,随杨帝虽然糊涂,但在这个问题上还是智商在线。 所以就在出征之前,随杨帝曾对于中文秘密交代道,如果高沟丽王和宰相来投降,一定要先其拿住他们。 这就是所谓的擒贼先擒王。现在随军粮草困难,若是能够抓住以智文德,战局就会有一个大的转机。 所以于中文在心里直喊,天主我也,因此磨刀祸后,就要把以智文德给抓下来。 可是就在这关键时刻,又出差错了。什么差错呢?上一个视频交代过,随杨帝本来就不立足于打仗,而是立足于昭乡。 所以每支军队都配备了一个昭乡使者。昭乡使者不受本军主帅截至,直接属于皇帝管辖,实际上就是一个监军。 这时候于中文的军队就这么一个昭乡使者,他叫刘世龙。所以这个时候刘世龙站出来,行使自己的职权了。 他说皇帝陛下早有交代,高高丽如果投降,我们要善待俘虏,要让他们来去自由。 所以只要我还活着,坚决不能为难以智文德。其结果就是,原本已被抓获的以智文德就这样被释放了。以智文德在此次炸降事件中,他发现随军各个面带积色营养不良。 所以他就为随军量身打造了一场歼灭战,他首先跟随军挽起了消耗战。 只要两军已交锋,以智文德就洋装败退,引诱随军深入,随军就这样一路打进,一直挺进到了距离平壤城三十里外的地方。 然而到了平壤城下,随军已无力再战,然而这还不是最糟糕的。按照计划,来霍尔的随军此时此刻应该在此地接应他们。 但是现在连半个随军的影子都看不见,这不是要孤军奋战吗? 加之平壤是高勾立的首都,自然是深勾高累守卫坚固,本来就是一块最硬的硬骨头。 而随朝的士兵经过这么一番奔波,早已是疲劳不堪,又没有粮草,不要说再去攻城。 就算是在原地待命,都维持不了几天。就在随朝将帅一筹莫展的时候,以智文德又大摇大摆地来投降了。 他对随军说道:"你们的情况我们是知道的,你们打不动我们,我们也不想为难你们。 不如这样,如果你们就此撤军,我们国王愿意到随阳帝的驻地去朝近。 你们这么兴师动众,不就是为了让我们国王去朝近吗?" 以智文德提出这么一个解决方案,随朝的将领们简直都要感激提灵。 他们本来还担心被高勾立困死在这里,如果能够按这个方案撤军,简直就是最体面的解决了。 所以第一时间就同意了他的方案,立即拔营就往回撤。 眼看着随朝的三十多万大军落荒而撤,以智文德哈哈大笑。 他派人也追了上去,送了一首诗给随军的将军们,神策揪天文,妙算穷地裂。 战胜功极高,知足愿云止,大概意思就是说,像你们这样的败军之将,能活着回去就是谢天谢爹了。 还望想让我们的国王去朝济,简直是做梦。 光是言语羞辱就罢了,更要命的是随朝军队刚刚拼命往回撤。 高沟里军队就向随军的后路发起了总攻,这样一来,随军可乱了套,一下子溃不成军。 俗话说兵败如山倒,大家都只顾着没命的往回跑,一天一夜就跑了四百五十里,都快赶上神行太保卖铁帐了。 整个军队一直渡过鸭路江才站住脚。 检点一下人数,当初渡过辽河的九路大军,一共是三十五万五千人,如今撤回来的只有两千七百人。 不光是士兵损失了这么多,将领的损失也非常惊人。 工程技术专家宇文凯,官王杨雄,杨雄的弟弟杨达等都死在这次东征中,至于兵器物资的损耗,就更加不计其说。 水陆两军都败了这仗显然是没法再继续打下去了。 于是大爷八年7月25日,随杨帝下令,班师回朝。 就这样,由随杨帝御驾亲征,并逃入百万大军的东征高沟里之战,不仅没有任何收获,反而还与这样窝囊的形势杀鱼而归。 随杨帝不是想要需要兵威果威,现在反差如此强烈,这让他也太没有面子了。 于是随杨帝决心再赌上一把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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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